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天下衛士和CYC社區青年中心呈獻的社區愈來 我是大家的主持人 陳家輝 Kyle Chan 在我旁邊有拍檔主持Francis 你好Francis 你好 到第五年 第七季 每一年我們都會想看看今年的家長技巧有什麼分別 當然也要看看自己有多少成長 所以很開心每次回來都是一個新的學習過程 今次我們有兩個新的徵少年 讓他們介紹一下自己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ria 我是12年級在Lincoln High School 做Senior Hello 大家好 我是鄭榮 我是12年級在Galio High School 的一個學生 我是CYC追悠的 好 謝謝大家 歡迎大家 好像陳先生說 眨眼已經第七季 已經不經不覺2020年開始已經拍了差不多四年的節目 今年我們的形式有點不同 好像現在已經有兩個嘉賓在這裡 其實我們想大家分享一下你們的角度 沒有正確的 我們會發出不同的論點 希望大家可以說出自己的觀點和角度 兩個都是青少年 其實我們真的比較想看看青少年的立場和觀點和角度 我們先開始第一個話題 好不好陳先生 好的 好的 好 我們其實第一個話題就是想問大家 家長或大人永遠都是對的 我們聽到很多青少年在我們CYC 會說其實都有你說沒有我們說的很多事 家長說了是事 誰大誰惡就誰說事 在我們家裡 我想問大家你們同不同意還是反對呢 我覺得在家裡不是應該做誰最惡 或者因為你是父母就應該做事 因為在我家裡雖然你是我父母 還有我媽媽爸爸 我要尊重你 但是我覺得他們有時候都不了解我 在美國讀書跟他們有不一樣的 還有他們都比較老 所以我們想法很不一樣 我認為爸爸媽媽不應該全部都是適合的 因為他們跟我們有年齡差 然後他們不可能完全了解現在的食物 然後我們可以了解現在的生科技 所以就可以學得更加好 我自己也是一個19和20歲青少年的爸爸 到一會兒我用一個比較家長的角度去看 那為甚麼有些情況之外 我們一定會告訴他們 這件事是這樣的做 例如說去大學去讀甚麼科 為甚麼我們需要行使這個絕對權力呢 Mara 我覺得是因為你們一定是最疼愛小朋友 所以都會想他以後最好 還有我們這麼小的年紀都不知道 真正在社會是怎樣的 所以你們想來導致我們 引導你們 你覺得呢 勇 我覺得你們現在跟我們做很多不同的事 你們對世界的了解 比我們青少年有多很多 所以你們就明白 給我們更加多的虎男 你們可以給我們更加 提供一個更加好的道路出來 對啦 我很開心 我很開心 你們的答案 我也很開心 但我又很老實 我又聽到有點亂 一開始你們就說 應該不是家長 或者是誰最大 或者是誰最惡 但同一時間 我又聽到你們又跟我們說 但其實家長也很有經驗 經歷了很多事情 很多經歷 很多歷史 其實他們都應該是作主 那什麼情況下 應該是家長 話事 又什麼情況下 應該不是最惡的話事 那是什麼呢 我覺得一些小事 可以由小孩子來說 可以外出玩 可以做什麼 吃什麼 但是看大事的話 好像去什麼大學 應該學什麼 最好都是有些大人來選擇 或者給一些小孩子 生活細節的小事 就是由小朋友 或者家裡其他成員 都有份參與的意見 但影響一個人生的最後決定 當然是大學讀大學 可能讀什麼科 我想作為一個爸爸 我們會希望給你意見 然後你當然也要尊重你的意見 我覺得在人生大事的話 就是在家長來 直到道路是最好的 然後我們可以在一般的小事 例如做事 或者出街行 或者坐車 或者自己想下火 就可以說自己來決定 就不用太要求家長 我同意 陳先生有沒有想加 剛剛倒過來 我想看看 有時我回到家 都會想很多事 不用我自己決定 因為回頭很多事 其實家裡很多處理 或者家務 我們相信大家都這麼大 大家都這麼高這麼大 很多時候輪到 我都想你們幫我決定 接下來的事情應該怎樣做 甚至簡單如 換什麼手機 可能是要靠青少年 才會明白得多於我們 我們始終都是一個 我們叫做小小的年齡層 在這種情況之下 有些什麼 你會覺得你是比家長更加強 甚至可以教家長可以做 應該要他們做些什麼呢 我覺得就是 好像你好像說的手機 各個方面 我就比 我剛才講 有留家當更多 我可以 教他們 怎樣會害人 或者 或者 還有網絡上 那些 太多產生 他們不太清楚 所以我可以教他們 怎樣會使用那些APP 來買東西 賣貨 之類的 同意 Mara 你覺得呢 我也是這樣想 很多現在 在網上 你有手機 你可以什麼都做 你可以買外賣 可以中屋 所以如果要填表 在網上訂東西 我覺得我應該要教父母 還有AI新的 還有 新在網上做的 都應該要問 受的意見 特別有很多假訊息 在網上 我比較貪心 我試試問到一個問題 如果真的有決定的時候 兩方爭吵 家長覺得 我一定是對的 I'm absolutely right 但清晰人覺得 這個又不是人生大事 這個很細微的東西 我 disagree 我反對 我想問回清晰的角度 因為我有兩個清晰的角度 你們覺得怎樣解決 會是最健康的呢 因為我想很多家長 在家裡看到都會覺得 是呀 我都想知道 如果Io叫我 平時罵他們而已 What is a good idea 有什麼好的解決辦法 如果你可以跟家長說 我就會跟爸爸媽媽 寫一個表達來 然後把我覺得我做得對的 然後寫下來 然後被他害 你也可以寫一個反對的表達來 告訴我 有什麼不對 不清楚 然後兩分之中來對比 他們可以跟我很合憑 說這些東西 寫完出來 很旺語的 就是講道理 那Maira呢 平時我父母好一點 跟我說 很溫柔 不罵別人的話 就會聽 平時 或者例如例子 給我一個 拿一些譬如出來說 拿一些事實 我就會懂她說一些 其實我聽到兩個答案差不多了 都是拿一些事實 拿一些事實出來 都是溫柔 平心正氣 不要罵 那好 我希望各位家長有看的 可以聽到這個訊息 我們休息一休息 轉個頭回來 繼續跟兩位青少年領袖慢慢聊 多謝 本節目是由 史娃斯社區青年中心 特約贊助 歡迎大家回來第二節的社區與你 我們剛才第一節歡迎兩位青少年領袖 跟我們分享了一些關於家裡溝通的問題 我們來到第二節 開多新的話題出來 都是關於家裡溝通的 就是報喜不報憂 在我一個新移民青少年環境長大 我自己在家裡 通常都是在家裡 報一些不好的事是很少的 通常都是說 好事會不會經常跟我們分享 壞的事很少分享 自然到我大過了 一有難的話題 其實到我朋友那裡 我都很難可以開口 我都覺得很尷尬 哎呀 糟了 他們會不會評我呢 會不會覺得我是不好 如此類推 我想問你們 家裡是否應該報喜不報憂呢 我平時在家裡 都是大多數都是報喜不報憂 因為報憂的話 可能會被他們努力 然後就是向他們說 很多大道理 這些道理 每年都是我平時都知道的道理 所以只想多 只不想 只不想說 就報喜不報憂了 嗯 你覺得呢 Mara 我平時回到家裡 我只會說好事 因為我不想 會不會真的有話 還有如果經常說不好事 我媽媽經常都會說 財神不會在家裡 正常的 因為有時都會覺得 回到家裡已經很累了 我們又不想吵架了 那就是說大家開心的事 或者不開心的事就不出來說 但當然了 作為爸爸媽媽的 有時都會覺得 哎呀 我們見得到 或者我們感受到 你的情緒未必會那麼好 但是呢 見到可能你不跟我說 但你一個轉身 你可能在電話裡說 或者跟兄弟姐妹說 其實做爸爸媽媽自己很深呼 其實有些甚麼不開心 或者你有困難 為何你不拿出來跟我們說 是我們未必會立即幫到你 或者有時會很囉嗦 但是也要做我們自己的工作 這都是我們想告訴你 其實我們是關心你的 你們嘗試告訴我們 我們都嘗試怎樣去幫你 這是互動和溝通的一種 那我反過來開到一個問題 我剛才分享了一點我家裡 不是我自己報喜報報憂 因為我也不想被人罵 我反過來 我爸爸媽媽都是報喜不報憂的 家裡如果經濟上不好 他都盡量不拿這些出來說 因為怕擔憂到我們 但是因為他們變成了 我的身份就跟回他們 所以很少報一些不好的東西出來 我反過來想問你們 你們覺得家長 應不應該跟青少年報一些 不好的消息呢 即家裡上的東西 剛才你們覺得這樣不好 會給小朋友壓力 那也不太好 我想問問你們的立場 我覺得跟小朋友說 一些不好的事都是好的 有得他們學一下怎樣解決 可以一起整個家解決問題 因為如果你作為一個家裡 有錢問題或吵架 一起分享都會 多些人解決問題好一點 謝謝馬路 阿勇呢 我覺得你像家長說 不要的話 我會陪他們陪對 然後留解他們的不一三層 所以我會盡量幫他們掌握 在我的能量範圍裡 我可以幫他們掌握 擠下飯 幫他們掌握 然後你向他們說 面問牌 然後還供我們的想法 我比較貪心 我先阻一阻塵 不要緊 因為我覺得很多家長都會好奇 聽到青少年 好像我兒子或我自己女兒 跟我說可以報一些不好的東西 但如果很多家長都一個很中國人的想法 會覺得不好 我會給他們一些無言的壓力 你會怎樣跟家長說 我知道你們都答了 不是 我們可以一起 但你怎樣可以鼓勵家長 不用怕這一方面 或者他們應該擔心 都是要看回年紀 我想聽一下你們的想法 我的想法是 小朋友以後都要長大 以後都會有這些問題 那你現在開始教他們怎樣了解 一起分享這些問題 那他們大約會有經驗 會怎樣解決 做什麼好 我的想法是 我會保養他們 因為我覺得青少年應該要長大 長大是一個過程 在平時的三分鐘 你需要這個純粹來 還要純粹來控制這個成長 沒錯 我聽到的是 其實家長不用過分擔心 因為日常生活都會成長 看到的 其實青少年和他們都要承擔 準備長大 面對這個真實的世界都要學 否則他們真的出到去 第一次才面對挫折 那怎樣才會解決呢 因為家長永遠不會在這裡 保護或者介紹他們 是不是 陳生你覺得呢 其實 你講來講 其實是一個家庭成長的階段 其實家長可能在那個階段 家長也有軟弱 或者他面對失敗的時候 當然一隻腳人就會慢慢沉下去 同一時間 正如阿勇 為了馬來之前說 你們做子女 去到某個年齡層 其實可以我們叫做step up 開始變成家裡的支柱 可能你會教爸爸 問一下怎樣做 或者你會幫他做某些事情 甚至你會帶領家人走近一個新的方向 其實家長的時間就是 你看到子女成長自己會很開心 儘管可能面對很多不同的事情 告訴你可能有一個心理預備 可能要大家一起去面對這件事 怎樣都是一個個人困難的事 當有子女站在我身邊 問題或者整家的力量 整件事對心理上 都是困難都是要過的 但起碼知道我不是一個人走這條路 我很貪心 我知道有兩個青少年領袖在這裡 我問到一個我覺得很多家長想知的 就是在你們青少年的立場 或者角度裡面 怎樣才是一個正面的 健康的家庭溝通模式呢 健康的溝通模式的話 就是要三盆七盒 去跟子女溝通 你可以跟他們說 那個邊邊好邊邊不好的地方 然後你就可以在平時吃飯 我父母就在吃飯跟我討解 你可以跟陳少年說話 就要了解台子的陳少年 陳少年 謝謝阿佑 Maira 你覺得呢 我也是這樣想的 我平時回家 回學沒有什麼時間 跟父母溝通 又要做功課 洗澡 練琴 那些 還有放學還有活動 所以有時間的時候 吃飯 一起 我們有一個 是不可以用手機的 是不可以玩手機 不可以看東西 不可以上網 一定要真人在那裏 一起吃飯 一起說話 還有除了吃飯 有時不用上學的時候 一起出去玩 看電影 我覺得雖然不是真正溝通這些問題 我們都在 了解對方 其實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互相了解 互相融入大家的世界 我聽到一個共通點 就是多些花時間 多些一起分享時間 聊聊天 了解大家 是我們的時間 不是一個 我只是單一個人的時間 好 再一次多謝你們兩個 我們下一集回來 會再邀請你們兩個上來 再跟我們聊聊溝通上的問題 再一次多謝你們 我們休息一會 轉頭我和Francis 回來再跟大家慢慢聊 本節目是由CYC社區青年中心 特約贊助 好 歡迎大家回來第三節的社區與你 我再一次多謝剛才兩位青少年領袖 跟我們說了很多關於他們的觀點 和角度關於家庭上的溝通 我現在臨比陳先生做一個 summary 我想現在尤其我們都開始說沒有一個家長班 都會說溝通是一個最主要的 有些都是基本的技巧 當然也要想一下溝通的技巧 我們都源自一個我們的原生家庭 就是說我們本身的家庭 怎樣成長怎樣經過 怎樣看我們的父母 或者在祖父母那一代 會令到我們建立了原來這樣溝通的 或者這樣的方法 或者什麼時候站在什麼位置去做什麼事 所以這個家長的角色很重要 比如說我鼓勵你講出來 你講的時候我會支援你 或者會聆聽你 但是同一時間 家長很多也會說 去到某個年紀的時候 發覺很難很難 他們不是不說話 不過他們不跟我說話而已 或者轉頭就是 他們只是有限度式跟我溝通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會明白兩件事 第一 要接受小朋友的青少年代 他們最想傾訴的對象未必是我們 第二是我們在整個成長過程之中 有時對於他傳遞的某些訊息 我們有沒有好好地接收 或者有沒有尊重他們自己 已經成長了 有一個新的角度 這個也是要考慮的 所以我們很鼓勵 永遠都是跟小朋友一起成長 他們現在的議題 以前我們可能不太在意 或者覺得你懂什麼 但到大了的時候 他們已經是一個成年人 或者是一個獨立個體 我們需要聆聽他一個新的觀點 以及這個觀點 未必一定是證明他適合我 而是說大家只不過是一個不同的觀點 多謝你先陳先生 我必然知道你有五個提示 小提示給我們的觀眾 不如我給你開始分享五個提示 好的 我通常會提議所有的家長 或成年人 容許給青少年 去表達他們自己不同的差異 以及如何去表達欣賞 因為其實差異個個都有 就算兩個媽生的兄弟姊妹 都會有相同的情況 是有差異的 另外就是說 如何去表達他的敬意 其實因為讚揚 其實是一個鼓動 大家會做得更對的方法 所以他愈肯跟你分享 對你的敬意 或者尊重 對你的家庭的凝聚力也會更多 第二點 就是我們會希望所有家庭成員 都會被鼓勵 分享他們的需要 擔憂和感受 還有他們的渴望和要求 那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想很多時候 家長會有個錯誤的觀感 就是我被青少年發言 我聽了他們說話 就變相要同意 即是他們說 我需要這個新的電話 他說了出來 我們就一定要買 我重複了很多次 就是聽他們說話 和同意他們說話 是兩件事 很多家長都會很快就 有個決定 就覺得他打遊戲機 是因為他們喜歡這件事 因為他們懶 但其實如果你給他機會發現 給他們說 或者他們不只是懶 或者他們真的不喜歡打遊戲機 但是打遊戲機 打遊戲機 是為了進入朋友圈裡 所以其實給他們一個機會 發現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點呢 陳先生 第三點就是可以幫助你家人 和社會有一個共通點 有時候很多觀點 或者你的知識 並不是一個人 可以在他的生活環境 那麼容易拿到 所以在家裡 如果本身有這個結合溝通 可能會將一些不懂的知識 或者層面 帶到那個階段 所以有時候 我想尤其年紀大些的老人家 他們會看到這麼多資訊 你告訴他們 有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又會令到他們 和世界這件事 接軌了 這就是第三 第四點就是 希望各位可以由同理心 將心比心 盡量了解各位不同的觀點和角度 了解他們的感受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時候家長 將青少年放進他們的世界 就覺得 我一定知道 為什麼你不會知道 但忽略了大人 生活了這麼多年 有很多經驗 累積了 有時候要撞板才學到 青少年就是沒有這個機會去撞板 有時候要給機會 了解一下對方 將心比心 了解一下為什麼他這樣想 不要一來就 將他擺到一個大人 你應該要懂得想 但是他 回想起來 他也是一個青少年 或者是一個小朋友 第五點 我們經常鼓勵大家去聽 其他人的意願 我想最難的就是 有時候我不懂得分辨 究竟你所說的意願 是什麼事情 所以第一 要鼓勵你肯說 我肯聽 第二 在意願的時候 你可能要幫他 調節一下 究竟這件事是不是 你所需要的 有時候重複他們說的話 或者去釐清一下 究竟是否夠清楚這件事 其實很有趣的 小朋友的時候 我們會知道 小朋友需要什麼 會調節這件事 但活到大了 我們會比較害羞 或者害怕 不會夠膽問 這是不是你真的 想要的需要 或者想要的事情 這是我們的考慮 或者我用加多個總結 我們也說 溝通是一個 什麼叫做 有質感的對話 就是說 講完這句話 大家覺得有些事情得著 心情上好 大家的關係好 這是很重要 我們不是拿來 就算有些事情會有爭辯 但是那個質感 是會令到大家 走近大家一步 這就是溝通的主要目的 那好 我再一次多謝陳先生 那好 我們今集已經去到尾聲了 我們下一集回來 會邀請我們兩個CYC的 清晴聯奏回來 再跟我們談談溝通上的問題 但今次不會講 家庭上的溝通 我們會擴敷一點 講一下社交上的溝通 我們休息一個禮拜 下個禮拜回來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 本節目是由CYC社區青年中心突約贊助